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节目时间好啊 因为呢现在播还是在2006年 重播下周一已经到了2007猪猪年 新的一年 这个一集节目就可以做两年 这会说话 我最近跟好多朋友聊天啊 确实感觉有一个感觉啊 共同的一个字就快 说是这一年怎么一下子就就过去了 马老师您年长一点 是不是这感觉尤其搜搜的 对越来越快感觉 你这能快到一什么程度 那天我现在就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呢 你想我跟一个朋友上个周末 说去哪吃饭 他说爱去那家四川馆子吃饭 我昨天刚去怎么又去 他说你这日子怎么越过越没了 咱们是上个周末去那吃的 丢了 你知道就好像说周一到周五 我连轴转工作五天 周末见朋友 但是你看中间这五天 我就能一下子就以为是发生在 一眨眼就过了 这是时光如电呢 而且我现在还有一种快到有点错觉 就是这事情到底是今年发生的 还是去年发生的 或者是我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好像那个时间跟地方已经 已经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了 快到这样子 因为我想因为我们现在工作 常常让我们飞来飞去 全世界在那边跑的时候 我常常会有这种感觉 甚至于有时候旅馆房间醒来 我说等一下我现在人在哪里 然后会走错房间 走错 走错 不是因为昨天的旅馆房间号码 不过马先生我想问问你 你比如说这过去一年了 2006年 您脑子里缓过什么印象 我觉得我们有一件大事 就是要办奥运会 那么我想过了这年就剩了一年了 因为2008年就要开幕了 那么大家很多时候为这个事担心 比如北京 我觉得今年一年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堵车 这是老话题了 老话题 但是它使你的效率整个全部降低 那么我想刚才说 这一年过得很快 我们很大程度上都浪费在路上 很不值 所以现在好多问题都出在快上面 而且你还说奥运 我跟你讲 最近我们这赢08年奥运 北京市现在出来 就是说所有的饭馆 都要有英文的菜单的名字 这比较麻烦 对 这一下子搞出来了 原来我们很多中国菜翻译的名字 都听起来太奇怪了 我跟你说 比如说中文的叫四喜丸子 你知道咱们菜单上翻译叫什么呢 四个高兴的肉团 还有叫什么 我发现有些东西 把本质给翻译出来了 公宝鸡丁 那翻译什么呢 叫花生辣椒和葱炒肉 这翻译叫英文直译 那就这样 更都说童子鸡 你知道现在我们翻译成什么呢 没有性生活的鸡 给外国人看这个 还有我也注意到 这种直译的笑话 我们不是常常洗手间里面 轰手机吗 但是我们平常手机在中文是 这个手机嘛 手机 对啊 但是轰 电话叫手机嘛 那轰手机翻成英文叫做 bake the cell phone 啥意思啊 就是轰你的手机 轰你的手机 不是 它其实是轰手的机器嘛 英文就变成叫做bake 叫烤箱里面那个轰啊 bake the cell phone 所以啊 就现在这世界啊 这真是越来越连成一体了 对吧 这什么事都得中西翻译 麻婆豆腐你知道都翻译成什么呢 就是一脸雀斑的女人做的豆腐 不是 我就 马老师刚才说的事啊 我有感触 你比如说你这人呢 就因什么而依存 比如说你要依赖车 所以就你说北京你堵车这事就是个事 我再跟你说一个 你依赖网络 现在到什么程度 你这台湾来客 你知道你们那闹地震了吗 对 恒春这次的地震真的造成 我想 当然除了非常不幸的一家里面 这个八口 里面死了两个人 这个是比较不幸 但从那个事件就可以看到 无私的爱 就是说父母保护小孩 在那一刻 他就是用肉身去保护小孩 死的是两个大 两个大人 一个是爸爸 一个是妈妈 然后他们都是 发现的时候都是怀里抱着小孩 小孩活存下来 哎呦天哪 所以就是完全是用肉身 真的是肉身保护小孩 人性的伟大 有时候在一个瞬间表现 就事先准备好的都不怎么围 真的 就事先准备 要冲上你这个围 突然呢 谁都不知道的 这是就看出人性的 那个本能的东西 马先生经的地震多呀 这个有看出什么人性本能了 我说 我很有意思 有时候一地震 我一看新闻有地震 我就想我这个 从小时候的对地震的印象 我是这个64年 形态地震 这个好像70年代初的海城地震 76年的唐山大地震 84年的喀什地震 我全都在 都在那个地方 地震之王 对就赶上了 而且我赶到最巧的 就是喀什地震 喀什地震呢 当时我们那时候坐长途车 那个长途车要从乌鲁木齐 要开到喀什 要开一个星期 很辛苦 就是白天开 晚上找个地住 然后那时候全是异族 我当时都是维吾尔族人 我的语言也不通 我就一个人只身 二十几岁 特别愿意去 就是冒险 哪有地震就去哪儿 到了喀什以后 就是住在了一个宾馆里 那个宾馆 因为到那半盘手机 什么坐在那 刚坐在床上往上一坐 就开始震了 就是跟我坐床的那一瞬间 同时就震 我一开始是怀疑这个床 哎呦床是电动的 还是什么 对 后来发现是地震 然后也跑不出去 也不想跑 因为我知道地震 跑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 你就等了一下 然后我就马上退了房 出来以后 就找有平房的地方住 然后那时候还跟生人住一个屋 你知道吗 不像现在出差 都是一个人住一个屋 不会跟生人 那时候就是两个人住一个屋 不认得那个人 然后我就找了两个啤酒瓶子 倒着搁 搁在那个上面 然后就开始睡觉 他说这是为什么 我说如果再有震的话 他先倒 他一倒咱就窜出去 恐怕他倒了 你们也窜不出去了 对 我们后来住的就是 一个小院 就是打开门就是操场 至少平房里面是比较安全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 921地震的时候 我正在做广播 在25楼 所以那晃得很厉害 我就看那个麦克风 这样子转 麦克风什么转 真的 然后我只有在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我的本性是什么 我当时居然没有害怕 我就去抢了麦克风 然后跟 我说各位观众 好像现在有一个蛮严重的地震 对 我自己 但是大家放心 我还在坚守岗位 人在 话统在 我觉得只有在那个时候 你才会知道你自己的本性的底线 可能会是在哪里 地震的时候不是特别可怕 因为当时顾不上 对 但是很多人会慌乱 那是很有意思 那时候 那个76年地震的时候 那是早是凌晨 3点42分 震的时候 我们家住在五楼上 五楼上就是一层就两间 那个门是打不开的 因为楼一歪一晃 你门是打不开的 然后能晃正的那一瞬间 两个人就通就同时就开了 一瞬间你就看到对方的人了 然后就往下跑 那时候 我们家里 我父亲睡觉是最轻的 可是那天他反常 他睡得特别死 所以我就叫爸爸赶紧起来 地震了 然后最逗的是我妈跟着和我们说 爸爸赶紧起来 我妈就慌得不行 就慌得不行 咱们继续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你们那地震的 把我们那给祸害了 海底电缆震断了石根 是这些石根吧 我昨天看新闻 你说这就是人你依赖这个 完全学生 咱想不咱没什么 学生没法参加美国 英国什么法国 考试 考试 报不上名了 报不上名 你说这个影响多大 我就想起 那天我看一电视剧 就是说 有一种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到时候你这美国总统就得妥协 就是说我要有一个什么办法 发明一个什么病毒 能瘫痪你的互联网 你说你这个整个世界 对对对 而且我知道这个是好像对商业来讲的损失非常非常的耗大 上亿 然后听说就修护这个要上5000多万 所以而且还要两个多礼拜才能够完全恢复 我甚至于知道有船运公司 因为对他们来讲货的运送其实是非常重要 他们甚至于夸张到好像第二天那天 要派人坐飞机直接到香港去 因为船征都没办法疏通 坐飞机去拿这些单子来回这样跑 天哪 才不会耽误太多 所以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人类是否应该借这个机会思考一下 因为我们已经长时间来依赖一个东西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 因为我们如果因为全社会过去依赖不一样 你比如美国人依赖什么 日本人依赖什么 甚至大陆台湾跟大陆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今天有了互联网大家都相同 相同的时候 你一开始你不依赖都问题不大 过去我们没有手机的时候 大家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 没错 今天他们说一个笑话 就是说这人回家了 就是出门又回去了 一定是手机辣了 这就是说的就是这个 对 这个依赖性 而且你今天我们手机不带在身上的时候 特别别扭 就从心里别扭 那就是你太依赖了 那么你这个依赖还是个人的事情 这个网络的依赖是一个社会的事情 如果我们今天设想就是说这个地震的强度再大一点 彻底的断掉 或者说短期之内根本不可能修复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生存 所以马老师的观点是 是这个全球统一 那就是灭绝的先兆 是这么说吗 对 它是这样 就是生物学它有一个原理 就是当一个物种 它的同一性出现的时候 是它灭绝的一个前提 就是它都趋向一致的时候 它就不能发展了 所以现在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从时尚界最能够反映出来 就是所谓在大家在大同的时候 地球村生活的时候 同中求一的趋势现在非常的明显 没错 我现在说咱就是我们做媒体的 都是总结什么2006 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各家媒体 你看像什么三联生活周刊 南方周末都表示什么 承认今年的很多事肯定你 可是又呼唤别的 比方说讲徐敬蕾 我们这一个女的 点击量博客 很大 但一方面他说徐敬蕾 头脑也清醒 徐敬蕾说呢 我听说过多数人的暴政 这个词 我不觉得这跟数字有什么关系 然后那三联就开始说了 说是说这个 比起追求点击率 也许追求知音 更重要 好比你再说郭德纲 人说今年他非著名相声演员 成了著名相声演员 这肯定 但是事实证明呢 他能拯救他自己 但是靠他一个人 也拯救不了相声 都是这种双刃剑的这种说法 是 所以我想这个所谓 为什么在大同的时候 大家回到捍卫自己的文化 回到自己的民族 民族根去找一些 可以发扬继续 然后往前走的 我觉得这个趋势是 非常非常迫切 这些人需要的 只有他个性化才能生存 你如果没有这个个性化的东西 大家都同一了 那就没有意义 你说你发布什么新的流行色 全世界都穿红 就甭发 就别发布了 是不是 他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刚刚说 马老师现在做的事情 就很有价值 古董 他对古董的研究 这个是同不了的 这是非常非常独特 现在有块同了 所有的人都奔着古董去 这也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过去收藏古董 是一个很窄的行业 很窄的一个圈子喜欢 现在变成一个大众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会出问题 什么东西 就是一窝蜂 什么东西都一样 为什么现在老多学生想自杀 你这样跳楼 大学食堂跳楼的 他就是因为 他就奔着一头 比如说我要考高分 我要比你强 达不到受个挫折 光当就跳楼 这实际是有生命危险的事 所以就是 对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价值观的偏差 或者是对生命的一种 一种认知的一种偏差 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 咱这是经国济世的 我出个题 就好比说 过去一年 两岸三地 你们都有什么个人印象 就现在想拿出来说说的 我觉得个人的事都不是很重要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就是想把我手头这点事做完了 然后我想轻松一点 我老计划的 能不能下一年就退休了 可是 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因为就刚才说的 我们加快的这个速度 是不是你想不想加快 是社会加快了 因为有这个互联网 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快了 过去我告诉你件事 我写信 这信到你那得三天 回来又三天 这是六天 现在六秒钟就把这事搞定了 那我就得加快这个速度 没错 这个 你来自台湾的 你有什么印象 我的印象是觉得 因为我是 我身为这个所谓的 也是媒体工作者 我的印象是觉得 在很多做很多事情 它的累积效果到底是什么 就是因为它快 所有东西都很快 然而人喜心厌旧 或者是对事情的这个深度跟广度都不要求 真是 我这一年 我是觉得 你到时候一觉得 为什么说时间 你觉得过得特别快 好像说时间 有一种观点说 时间是由内容组成的 你要觉得快 是因为没内容 虚度时光 可是我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 内容太拥挤了 而且你后悔 你觉得 比如说像我这就明显感觉 我今年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比如说我们的姓 谎言 录像带 这种事情上 投足了我太多的关注 包括比如说黄建墙 人家辞个职 哎呀 也搭上去我好几个夜晚 就是 这些事过后 你就觉得很没意思 就是 就像我们台湾 我觉得今年几乎是 政治影响了所有的事情 然后因为政治所引起的 所谓的道德观 价值观 甚至于是对法律的新的认识 或者是到底是不是 有很多的示范 你要怎么样教育下一代 这些东西我都觉得 为什么记者关于吴淑珍 穿什么衣服都问你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觉得如果看穿了 我倒是也觉得他们来问我 本来有时候也觉得挺无聊的 对不对 来问我说他穿的是不是名牌 或者是价值多少钱 后来我仔细想想 其实我们人类 这个每一个跨时 这个时代 它何尝不是有我们的生活方式 或者是当时人类怎么穿 怎么过日子 来去记载那个时代 所以我想 这个来问我 跟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眼镜史 跟一个心理学吧 好想 我不要这么复杂 吴淑珍穿衣服有品位吗 我觉得这个 对我来讲 在这个时候 就是一个人的言行 来代表他的品位 而不是他选择了什么东西 今天是不是有钱花得起 去买贵的东西 就代表品位 我真的不觉得 我觉得那不等于 你像我 今年有一个最大的变化 就是从香港来北京 但是让我有一个感觉 你离开什么地方 你就会流连忘返那个地方 反而老找机会回香港 回去之后 就一个人在街上走都很高兴 觉得香港 这真是个这么好的城市 华人 我觉得这华人之光 就相比你说的 你也比起来北京 又觉得很多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最近 马老师 我跟你交流一下 我看见鲁迅 当年说北京的一段话 到今天还好使 他说什么 北京像一片大沙漠 但是青年人还往这里跑 老年人也不大爱动 他说什么 活在沙漠式的北京城里 枯燥当然是枯燥的 但偶然看看事态人情 除了百物昂贵之外 物价高之外 究竟还是五花八门 创造艺术的也有 制造流言的也有 肉麻的也有 有趣的也有 这大概就是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的缘故 也就是人们总还要奔凑聚集到这儿的缘故 我觉得他说的就说出他北京的魅力 他跟你看我在香港 没有他说的这种小道消息听这么多 好像 而且我觉得我每一天最高兴的是什么事情 从我的简讯或者我的email里面 得到很多 其实我都知道这是来自北京的笑话 你常常你会你不收到那些短讯吗 对挺多 我觉得那完全是北京人写出来的北京人的幽默 有什么你印象深刻的 好多 好多 有些带一些颜色可能不宜在这上面说了 对你不是研究 我最近研究粉红色不研究黄色 为什么要研究粉红色呢 其实我觉得粉红有点像是一个中庸之道 就是说他比较温和 所以假如说我们用颜色心理学或者平常做人处事 甚至于看待事情 我们如果稍微不要推到极致稍微退一步的话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留给自己空间留给别人空间 我做的事情正相反 你看我是烈红大红更进一步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持久迎新了 你不是刚才说北京段子 这老马哥一肚子呢 他这个段子很多时候是宣泄一些心理的一些 就是他的情绪 他要编个段子 段子有的写的非常巧妙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段子很有意思 人家发给我的 说一个领导跟着疫情人过河在船上 这船到中间以后就要沉 说这领导抓了一个救生衣就穿在身上 然后秘书就提醒他说这个船上还有妇女呢 就那意思你不能先顾自己 他说什么时候你还考虑那时候 我就觉得他这个 就是他反映社会一个心态 就是社会的心态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是对人诱惑最大的一件事 历史上也是这样 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在这个色上面 犯事把他们一辈子的前程给丢掉 没错没错 这个问题你应该有体会 怎么现在 这是今年我觉得还有一主题 就是这个贪官都带色 一说贪官出来 社会上一议论八个情妇就上网了 对啊 最近台湾也是政治人物去什么 就是娱乐场所 娱乐场所 甚至照片被拍到 那个真的是也很难赖掉吧 我觉得我觉得做政治家 这一点一定要把握住 一定要舍弃 就是你得到了这头 你不能把那头也给掐上 那是老百姓的那头 这可难了 那有的人人家得这头 就是为了能得那头 你说你从台湾来 我就说我是香港 你说北京 咱们就辞旧迎新 一个人说句话好吗 马老师新年祝福 我觉得新的一年里 我觉得所有的华人世界的人 都祝大家新年愉快 你快说 我觉得 其实我真的感受 身体健康最重要 真的顺心顺心 我的感受啊 就是啊 别那么快 慢一点 少干点活 悠闲会产生创意 嗯 我觉得 我还没能够